在溯源问题上,美方欠中国网民两个交代 第一,关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存在的各种疑点 美方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面对1300万中国网民的正义呼声 美方为何还在装聋作哑 美方为何一而再,再而三地遮遮掩掩 迟迟不敢回应德宝的问题 美方不是声称透明吗 你们的透明度在哪里 第二,关于联署服务器遭到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 美方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就在上周,美方还在纠集个别盟友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抹黑 这次联署服务器遭受攻击事件 再次暴露了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虚伪和双标 验明了美国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真身 如果美方真的捍卫网络安全 支持言论自由就应该反攻自省 与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而非一面纵容其国内黑客网络攻击行径 一面向别国泼脏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